台北地院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獲准 鼎月公司火速提出抗告 高等法院二十三號撤銷員裁定 發回北越耕財 鼎月抗告成功 讓游淑慧怒批套入太深 鼎月在後來確實還有編列一筆 四點七億元的 你算是分紅分潤的獎金 退給了這個金華城有限公司 謝謝他們幫忙爭取到這個融機獎勵 所以鼎月不斷知情參與之後 還支付駕金作為後謝答謝 那請問這樣的一個過程 怎麼會是所謂的第三人 金華廣商土地被扣押 代表鼎月未來不可進行 土地買賣移轉 因此鼎月不服提出抗告 高院審判長及法官表示 本案興建中的辦公大樓 是否以符合刑事訴訟法鎖定 必要時得扣押第三人財產之要件 原財地沒有詳細說明 另外金華城公司與鼎月公司 各具法人格是不同公司 難以認定是取得犯罪所得的第三人 原財地沒有妥事說明 因此鼎月抗告有理 那朱雅虎在整個案子偵辦過程當中 都已經坦承自己有行為 那怎麼還鼎月公司 還有辦法稱自己是所謂的 善良第三人呢 但法界觀點來看 高院仍維持認定金華城是犯罪所得 只是要北院補強理由 結果不見得對鼎月有利 那就算是第三人的公司 在刑事訴訟法133條的第二項 一樣是可以扣押的 只是把法律的關係寫清楚 所以鼎月不用開心太早 對此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在北院還沒有跟裁前 現階段仍不允許金華城施工勘驗 如今鼎月抗告成功 未屆關注未來金華城 該何去何從 神學家美光家很台北 昌報道